蔡英文表示不排除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再通电话 我们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在关键的事情上面 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 那也不排除就是说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通电话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看整个情势的需求 跟美国的政府他在处理这个区域的事务上面他们的考量 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后 曾打破美国40多年来的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 引起了中国强烈不满也令观察人士意外 川普曾质疑华盛顿长期以来承认北京提出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 但他在今年2月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承诺 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并于本月初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尽管如此 蔡英文表示台湾与其最大的政治盟友 以及五旗共赢国美国的关系一直在增强 他补充说台湾或许需要购买美国拥有的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依照我们的防御的战略来行硕 所以我们对于战略上有意义的这些项目我们都不会排除 那F35确实是在战略上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 蔡英文还呼吁习近平能有领袖风范 敦促中国从不同角度看待两岸关系并展现出责任感 中国现在要有自己的一个责任感 所以我也希望是说习近平主席是以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置居的一个领导人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展现格局展现弹性 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两岸的关系 让两岸的关系在未来有一个不一样的格局 那对两岸来讲都是会有一个正面的发展 此外蔡英文还表示希望中国的决策者 在维持两岸关系与区域稳定的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 VUA卫视报道